就在大约一年前德国当时的外交部长 加布·黎尔曾公开指控中国在分裂欧洲 他的理由是 中国的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议和一带一路等平台 令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对欧盟离心离德 而这不仅不利于欧洲的团结 还会令这些国家被中国掌控 而尽管当时咱们中国外交部表示这个说法极为荒诞 欧盟还是开始针对我们展开了行动 很快制定好了一个外资审查机制 针对的正是来自的中国投资 可讽刺的是 就在这欧盟天天神经质般地防着咱 中国对他们所谓的分裂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却抢着心把这件事给干了 原来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披露 今年4月特朗普在会见前来劝说 他不要对欧盟发动贸易战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时 曾对法国人提出了 你们法国为啥不离开欧盟呢? 特朗普继续对马克龙说 如果你们法国退出欧盟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双边贸易的谈判 那么美国就可以给法国更优惠的贸易待遇 《华盛顿邮报》在这篇标题为特朗普正在动摇欧洲的文章中表示 这个信息是两位来自欧洲的官员透露的 而美国白宫虽然拒绝评论此事 但也没有否认这一情况 于是 此事也很快引起了欧洲方面的强烈关注 不少欧洲媒体都转载了《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 其中英国《卫报》就评论说 尽管此事法国政府也拒绝回应 但《华盛顿邮报》披露的这一情况 确实也符合特朗普对欧盟等国际组织所一贯持有的抵触态度 不过 截至目前 欧盟方面或是其主要成员国 还都没有资深官员对《华盛顿邮报》披露的这一事件进行表态 然而 这还不是最让欧盟在中国面前难堪的场景 因为根据美国另一家主流媒体美国有现新闻网的曝光 就在这场次月的见面会上 法国总统马克龙还一度主动用中国与特朗普套进户 称让我们携手合作吧 我们共同的麻烦可是中国 可特朗普的回复却仿佛一记大耳光打在了他的脸上 你们欧盟在贸易上比中国还恶劣 另外 特朗普还特别点名了欧盟的核心成员德国 称德国在尤其是汽车贸易上对美国很不公平 德国自然也对特朗普的这番说法很不满 前几天 德国新任外交部长马斯就斥责特朗普的做法 正在令世界变得不再安全 令美国失心于世界 可同时 他却仍然把咱中国视为分裂欧洲的敌手 呼吁欧盟要团结起来对付咱们 而且马斯在说这番话前才刚刚见了咱中国外长王毅 当时王毅外长已经明确告诉他 一个分化和弱势的欧洲也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是为了缩小欧盟内部的差距 从而能帮助欧盟推进其一体化的进程 而不是分裂欧洲 不知德国人这种美国和中国一起排斥的奇怪态度 是不是因为他们想趁机进一步扩大自己在欧盟中的影响力 实现自己当欧盟老大的野心 但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员和更多欧盟国家则已经开始转变对华思维 认为面对特朗普对欧盟的屡屡条件和背弃 例如废除伊朗河协议和发动贸易战 欧盟是时候和中国团结起来对抗特朗普的美国了 前两天刚刚成功举行的第七次中 欧经贸高层对话就引起了不少美国媒体的关注和担忧 美国新闻网就警告说 特朗普的做法已经令欧盟选择和中国组队反击美国了 并重点引述了欧洲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 对于中欧下一步合作的乐观评论 另一家西方媒体商业内幕则惊叹于特朗普 居然让欧洲和中国支队经常对立的双方走到了一起 就连法国方面也开始转变态度 在前几天访华时 法国总理菲利普就在中国顶尖名校清华大学发表 演讲说 法国必须与中国合作一同维护世界的多极化 只要能别再面对美国时总弯着腰 而在面对中国时又总耿着脖 能有点自己的独立精神 磨意意识形态站队 欧洲就能有效维护世界的多极化 以及自己的利益 否则 欧洲只能在反复和纠结中 不断被特朗普的美国牵着鼻子走 看着自己的利益一点点被美国蚕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